早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芒向早晨》 录的时间是2019年8月19日凌晨1点46分 首先这里有台湾的许刘先生 大家好 还有我家产生的,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OK的话 麻烦按like和share和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订阅订阅,我们有新片就会尽快给你 就会通知你的了 以撞到我们中间的声音 好像昨天那样,许刘先生6月晚报又录我们早报 多谢你先 那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首先不用讲,当然是818 即是818先 那个818的游行完了,刚刚好 就散了水了 所以我们就要录了 今天就是这么多次游行以来 少有没有放和平散去的果然 是另一个转捩点和平散去的 他们开始就说自己没有下场 结果就有下场 就是整群人对了下角度去变相挑衅警方 测试警方的忍耐力 而警方也没有上当 不过又是这样 他们换了全衣服上阵 其实很多都带了粉红色很厉害的猪嘴 穿了黑衣服 不过呢 这样走来走去 你当他们好像化妆舞会 在下角都穿了全衣服 他们这次就没有做什么铁马 又水马阵 又这样那样 就没有布阵 就只是换衣服 不过又很奇怪 他们就去到那么长时间 就接近晚上11点多 就叫说回家 回家之类的那些 之类的那些说话 不过都有零声的小小冲突 就是又会说 找一个疑似 类似警察的 臥底的黑色口罩蓝 之类的东西 都有零声的出现 不过就没到说要 警察要出来放防捕弹 那些什么 催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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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这样 是这次会没有了 就是 为什麽他们 这次又没有勇武到底呢 这个有少少奇怪 我觉得是事前那个叫做 文宣宣传给他压力 其实是共产党给了他压力 讲穿了 大家留意一下 英国说 中央给他压力 如果修飞一点 就是 中央给他压力太大 民工武嚇是成功了 嚇到这些人 就是等于 大家记得721事件之前 721事件之后 不久就出了一段 就是说有个黑社会大佬要报仇 杀入元朗 结果令到元朗变鬼城 那种情况是一样的 你觉得他们害怕了解放军 那群不是解放军 那群是深圳那群就叫武警 是武警 那都没有去到那么害怕的 我觉得 其实大家留意一下 那些KOL不停在吹 又说说到 直接我听一下 蕭若元先生 刚刚听完了 他说 那我又分析一下 在元朗找到那两个汽油弹 之前梁爱思就说 不会发生六四 其实呢 北边中央又连梁爱思都骗了 其实那两个汽油弹 打算烧死警察 这么厉害 我们认识的KOL 都在他说之前 都说过类似的东西 那两个汽油弹 懂得说话的吗 我告诉你 我准备是烧哪个的 你又知道 你又知道 你不让那两个汽油弹 是烧新界哪一边的 今天都要旺角砍人 湾仔 湾仔砍人 那你砍完人 可能想烧人暴斗 才有那两个汽油弹 你不给的 是的 老实说 有些人乘机趁乱搏的嘛 老实说 然后又说 我又收到大量的平头装男士 穿着黑衫下来 怎样怎样 其实这一招等于占中的时候 叶普城传来有人想实弹射人 占中那一天 八一九 是不是九一八 不记得什么 九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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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样 那这班 这班人呢 他怎么说呢 他都赢了 跟着他们 放这些消息出来 哇 肯定是共产党 听到你这样说 踢爆了他们的诡计 所以就没有实行多 所以功又去赢 智又去赢 不过啦 这些公物论是怎样 都好啦 不过算了 其实我都不希望太多这些 那么夸张失实的东西 他在那里传的 这些谣言在那里传 是啊 那这个得淡少啦 另外更加好笑呢 就是呢 就说 有他们今次声称的几多人 一百七十万 很震惊 哇 厉害哦 一百七十万人哦 不过呢 他就有这个叫做流水 流水式的叫做什么 的游行方式 是的 每一个人停了十五分钟 继续走的方法 是的 那我就看到报道了 有一家人就说 喂 我为了要增加他们的数字啊 我一家大小一家四口 再回来 转过来再来多一次咯 那些这样 一百七十万人家坎生你 是 是 是 你怎么看 啊 其实 其实 我 piggyback 我估计没有一半都三分一,你一百七十万 我估计你保守估计三分一,没有了五十万人 如果是二分一的话就七十五万人 大家如果不太明白流水式集会是怎样呢? 其实有点像排队试食一样 你吃完觉得好吃,回头再排队再吃 你也可以吃到很多剂,但是花点时间 大家这样看,感觉就会一流的 一条队就行了一个半钟,我都看见那一篇 家里说我们行了一个半钟,由头走到尾 那你的龙里就大约是由三点走到七八点左右 假设七八点左右就四个钟,那你就走三趟 就是四个半钟 那不用,你不用走到尾 其实你出了那个维远一次,那你就转回头再过就可以了 就是你可以不死无限,你不用走到那么远 不死无限远,我想你一个人怎么远一次 三个钟都够了,那你就不是一百七十五万人 可能是,给你七十五至一百万人一个远 最后就是远完,给几一百万人而已 不过这个搞笑,他们就说,这次民阵的主题叫做 杀停警黑乱港 我觉得警黑乱港也不及他们那些暴徒的威力 其实我们算一算暴徒那些什么过瘾东西,都挺惊天动地 黄大仙那个宿舍那里,那些家属那些警员宿舍那里 那里一次大混乱,破坏人家的宿舍那些家属 还有什么呢,我都不认识了,那些叫做围警处 立法会有一次,围了沙田马安山天水围大埔,旺角尖沙咀 沙田也一两次,然后上环就叫,上环就快闪,射爆玻璃 还有警衆,还有警衆,八家,哇,深水堡 是的,深水堡,然后围警处,还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光伏 元朗西铁站,你没说听,你没胆一份 然后葵坊,葵坊地铁站,还有巴士站,哇,真是沙田新城市广场 他们那些暴徒引起的战争,那些大战更多,是不是 是,但是他们有个谋论,就是 林郑逼我 不是林郑逼我,你们警察不在,no cops,we have peace 他们有一个谋论,就是叫做 没有警察,我们就不会跟你打,不跟你打,我们有 peace 他们是这样的,这帮人是 那些就是歪理了,精精尝尝的示威,你完了就走了 你问那帮一家大小的那些,游行员就走了 是吧,去吃一杯雪糕,有麦当劳喝过汽水,就回家 那怎么会留到,你问一下下角度那里 见不见到那些人推着个BB车,还继续在那里 戴个猪嘴去等那些,没有的嘛 即是你们自己拿来,你们自己要造成这个局面的关人鬼事 还有,文震也说了一句,挺好笑的,我都觉得 形容近期的香港警察实施这个中国式镇压 是吧,中国式镇压是否应该开始实弹呢 是咯,他们的slogan闻到,没有警察就没有伤害,no police we have peace 即是他认为,如果你任由我们游行,没有人管我们 我们到这一刻,我们自然会散,我们不会挑人 那问题是我们警察的责任就要维护秩序和治安 如果我任你来的,你会不会答应你不会占领 你们摆明会占领的,有下场是 已经占领了,今晚都已经,几乎占领了 好啊,好在警察不动手 不算几乎,直接有占领了 只不过时间比较短一点,下阔到 起码都有一段时间,那些车都经过不了 是咯,你们那天野猫式,8月5号 你不要告诉我,是别人逼你,是你们自己 是不是都拿个铁杂出来,你们是不是都破坏了个铁栏 破坏了个路标,整个什么 你们是不是都这样做,那警察一定要在 所以我们会说,no more, no cop, we have peace 没有暴民,没有警察,良民就have peace 这个是鸡生蛋,鸡生鸡的问题 没有你们这班人,警察就不会站在你旁边 警察不站在你旁边,你们就不会发疯 你们发疯,于是就会伤害到良民 其实说清楚就是这样 等于昨天那个叫什么,光复红土之后 他们走了去旺角,不知道是吃饭 去旺角吃饭上搞事还是怎么样 如果有警察的话,警察没做过什么 你为什么要在天桥把整个垃圾桶扔下去呢 大家没看过垃圾桶以为就这样轻飘飘 还是怎么样 那里的垃圾桶其实垃圾桶是很重的 我想应该有些沙还是怎么样 等它坐着底 你整个垃圾桶扔下去呢 你谋杀了,是不是 警察做过什么呢 他在这里又不是放出你的弹,又不是拿枪射你 据我记忆,他们就说有个警察射了一个叫做 垃圾桶上去 但是据我所知就是有人射激光枪 射人的眼睛嘛 那你射我就射你咯 你们这班人一直都是挑衅人的 你们永远都是想挑衅警察 等警察给颜色你看 然后就说警察过度暴力 麦小强,文宣组麦小强 勇武组去挑衅 应该是这样 他们是要挑衅你 接着就等警察拿着枪那张照片 就算还没写 都已经是拍着那张照片 好像说 哇,准备 就像钱志健那些最流行 对冲人生路那些 老千人生路那些 哎呀,大开了界那些 哇,你这样说也可以 是不是 还有今天呢 我看台湾的苹果一报 如果台湾的市民 就是一般看苹果一报的那些 就看到标题 你以为警察开实弹那些枪啊 写着警察向市民开枪那些 他没有写明是什么,标题写到这样,哇,我马上都拿来看了一看,又射纸实弹了吗? 他们永远都以偏概全,这些是绝招来的 说到这里,有一张图,想最后讲一讲 是这个勇武派,有个人穿着猪嘴,有一张图做出来的 和你飞,我们陪你和平行一日,多谢你,不离不弃 成为我们的后盾,即使未必完全认同我们的做法 仍然坚决支持,八一八不再分和和勇 其实你们这帮和理非民阵还大大声说,什么没下场没下场 结果,看看今天下个日子什么事 不过好啊好在,后来你们都会收姜,我们说过的 香港人都会收姜,见到大难,见到有东西的时候 你们又缩了,事实上你们是缩了,面对空前的压力 他们会害怕吗?他们不是想缩一死战吗? 说是缩一死战,现在是铲热链了 今天我看见有一家店专门卖这些东西,被警方缴了三十万 三十万货,说我们受到打击,当然打击你了,你卖这些东西 在香港的粮民,市民角度,都希望不要打斗,不要流血 都希望他们平平平平平平的度过 我们都不希望,好像那些人所说的 哇,我真的宁愿解放军入城咯,哎,攒炒那些 这些是很自私的行为 他们是很自私的,其实他们都很怕攒炒 不过声音就要攒炒 不要忘记,他们今天已经在全球那里弄了报纸 200万美金全球买18份报纸 剩下那些钱要做什么呢? 200万美金,大家没有一个概念是多少 以加拿大为例,200万美金都可以买两间豪宅 如果旺区有100万一间,一间一千多二千个屋 80万一间,1800个牌屋 大家就知道究竟是多少 你可以买两间 香港人可能要算什么,午餐肉那些 那会比较悲惨一些 一千六百万,一千六百万港元 我记得午餐肉 不是,一千九百万港元,大家 唉,真是散热链 所以就,来看看又会怎样 不过我觉得是跌入一个恶性循环 变成了社会继续离慢着一种这样的气氛 有什么,我要争取些什么 有什么,濫暴,警察濫暴 这些,就继续对警察有仇视 总之是一个恶性循环 有些人又走来道歉,出了事又道歉 道歉,然后原谅,原谅 然后继续追求多少诉求 又再打过,据说8月31号已经申请了 好像要去中联办又玩了一会 不过无论怎样都好 希望今次818是释出善意 即打够了,是一种释出善意 其实昨天红土游行都是一种 大家转换策略,你挑衅我,我不动你 不会放催泪弹 昨天是第一次没有放催泪弹,今次是第二次 希望慢慢地下降,令到香港能够休息一下 即是说完全停手吗? 我就觉得难了,我很冷酷地说一句 不过希望双方释出善意,然后坐下谈 亦都是压住了勇武派主战派的人 有人能够坐下谈 我最后想补多一句 大家没有看到一段新闻 难知真还是假 说什么 盛出DHL的很大箱银子 有没有看到? 被冲锋了 然后就说,哇,他们今天没有钱收啊 所以就想要不行动啊 会不会有点关联? 当我们纯粹大胆假设 会说,咦,糟 我们今晚没有钱收的,走喽 可能证实一下 喂,是不是真的没有钱收 是不是真的没有钱收的 走喽,回家 有暗号又回家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真的笑到绿地 是,那好吧 多谢大家收听 可能晚些人会录一节 都是那句 No Mo No Cop,良文 Have Peace 818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